雖然戶櫃三雄今天股價是直穩反彈 不過長榮宣布減資之後 不只散戶融資大減 3月以來力挺的投信連二賣 就連重量級航海王台華投控 也在昨天宣布初清持股 讓股民大酸說好的一張不賣 怎麼變成一張不留了 不過台華就回應 初清是因為大盤不穩 會等好時機再接回來 先前的說法主要是針對 早期限增認購的陽明 萬里晴空 然後順風順水 一週前重量級航海王台華投控 董事長岩逸才 才又以八字真言 持續看望今年貨櫃航運景氣 船上的水手們沒想到 最後結局竟然是這樣 台華14號才公告 處分手中陽明2800張 長榮2005張持股 共大賺了3.8億入貸 沒想到15號長榮鼓勵出爐 加上宣布現金減資 台華眼睛都沒眨一下 立馬就在16號清空盛下的2000張長榮 引發網友熱議調侃 不是說好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怎麼變成一張不留可歌可泣 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反向加碼 這個綿綿不絕這個論調我覺得 還是沒有改變 不過其實岩逸才去年5月喊出口號之後 9月航運股籌碼被當沖客擾亂 他就有修正說法變成逢高調節向下加碼 反覆操作綿延不絕 這回他也跳出來澄清初期長榮是因為大盤不穩 會等好時機再進場 並強調先前說法是針對陽明早期認購現增 長期投資部分現在處犯獲利的都是短頭 2021的這個部分航運股是直上直下反彈拉升 只有的股東向台華去做處分也是相當的合理 不過長榮宣布減資之後 16號股價確實也是爆量重挫 小散戶融資大減 就連3月以來力挺狂買的投信也是鮮善為妙 雖然權益不變 可是對於一般的投資人來說 他拿到的股數就會變少 這個時候一般的投資人如果被套在高檔的 其實不太容易再拿出更多的現金 看回貨櫃三雄17號股價回程 雖然盤重一度翻黑小跌 不過最後都是收漲 不過專家認為股力公布後 短線力多出境 接下來股價能否再往上衝 還是要看4月營收給不給力 東森 財經新聞 柯黃明 葉子晶 台北報導 再來看到健保年年赤字 現在為了要來挽救虧損 健保署就公布了所謂的改革方案 要來調漲民眾部分就醫的負擔 所以未來領慢兼藥 醫療費恐怕會增加6倍 去急診部分負擔費用更是上看800元 而消息一出來之後 醫改會就痛批 用漲價來懲罰病患是不合理的 健保部分負擔草案出爐 其中以健保藥品檢驗檢查 急診等三項負擔 對民眾影響最大 健保署統計 約有1454萬人就醫費用會提高 更有近50萬人平均一年得多花3000元 健保的資源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們目前來講 我們現在今年已經破8000億嘛 所以我們要怎麼讓健保能夠永續經營 然後怎麼照顧弱勢 這是我們的一個重點 第一次的時候是使用只護衛的概念有 第二第三次我們還是給它回到說 病人它來長期使用藥物的一個依賴性 所以為了減輕民眾的負擔就沒有收 除了林曼謙規則異動 門診藥品部分負擔目前最高200元 將調高為300元 檢驗檢查部分負擔目前不收費 調整後最高會收到400元 至於急診部分負擔也有調整 地區醫院和基層診所維持150元 若到區域醫院經檢傷 第一二級為200元 第三級為300元 第四五級為600元 若到醫學中心第一二級為300元 第三級為550元 第四五級為800元 推估會影響1.2億元 117萬人 四成的民眾其實假日有緊急就醫的需求 調整部分負擔來懲罰這樣的一個民眾 其實是非常不合理的 是三級沒有動 可是我們對一二級 就真正需要利用急診資源的人 我們是下降 那對四五級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拉高 我們是希望民眾就是盡量能夠 就是讓急診的醫療品質能夠好 健保負負擔負擔最快上半年實施 而怎麼在醫療品質與民眾盒包間 取得平衡還有討論空間 台灣新聞生活中心綜合報導 俄軍不斷的轟炸 現在烏克蘭首都基輔也執行35小時的宵禁 整座城市就像這樣子變成了空城一般 但是一樣持續的遭到俄軍的猛攻 包括政府大樓 包括公寓大廈 也都成為標的 而且陸陸續續傳出有居民的傷亡 另外在第二大城哈爾科夫 學校也是遭到了轟炸 變成廢墟 俄羅斯巡航導彈炸向大樓 瞬間爆出大量火光 衝擊波震道讓拍攝者連手機都拿不穩 這裡是烏克蘭首都基輔 不只政府大樓成了敵軍攻擊標的 高樓住宅也被轟炸 大樓頂被炸毀 內部起火燃燒 掉落的建築物碎塊砸毀 停放了車輛 軍人撤出受傷的居民穿梭瓦力堆中 還有17號早上 俄軍飛彈被擊中 殘骸砸上16層大樓 引發火災 消防員加緊滅火 並撤離居民30人 不過傳出一人死亡 三人受傷 而二軍連日轟炸 也讓基輔成了空城 街道上沒有人 馬路上零星車輛 首都空蕩蕩 市中心的獨立廣場 過去人身鼎沸 如今一片寂靜 傳出二軍要猛攻 基輔下令 在當地15號晚間實施35小時的宵禁 而在第二大城哈爾科夫 學校遭到砲擊 家長自發 回到學校幫忙清掃大樓 但建築物早被炸成廢墟 教室內客桌一拳 亂七八糟 戰火蹂躪 烏克蘭 孩童們上學的日子 也被剝奪 但俄軍恐怕已調派更多兵力 俄軍圍攻 機輔 炮彈 摧毀城市 也讓原本繁榮的首都宛如任劍煉獄 東森新聞王鴻念劉秉軒 綜合報導 旅間市會就是我們升息一碼 終結利率連七棟 央行總裁楊金龍宣布台灣升息一碼 調升利率0.25% 重貼限率調整到1.375% 虧為11年再次升息 坦言會議中有不同意見 有人認為升半碼 也有人認為不應該現在升息 但最終拍板升息一碼 外界更關注這是一次性升息 還是如同美國已經啟動了升息循環 俄乌戰士帶起的全球通膨壓力 讓央行不得不採取貨幣緊縮 CPI年增率已經好幾個月高於2% 估全年CPI為2.37% 有輸入性通膨壓力 至於原先外界預期將會採取第五波房市管制措施 但央行認為過去四度調整 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 以讓不動產貸款集中度大致穩定 將會持續觀察 這波通膨屬於全球性難題 美國聯準會也早在16號宣布升息一碼 美國更預估今年將會再升息六次 後續持續觀察對於會市股市等金融市場的影響 東四財新闻綜合報導 台灣面臨缺工還有人力成本飆漲的問題 現在有不少的食品業者 都改用所謂的自動化設備 也讓買氣增加了三成 像是肉包還有麵包 其實都可以用機器來製作 而且效率還能夠大幅的提升 一小時就能夠製作出1200顆的麵包 如果以工廠來說的話 就可以省下白胃人力 白白胖胖的肉包快速從機器噴吐出來 短短一分鐘的時間就能產出120顆肉包 國際烘焙設備展17號登場 人力成本飆漲狀況下 自動化設備儼然成為了新趨勢 麵團從機器裡面分離之後 會用人工方式進行下一步的加工 現在速率大幅提升 用這台機器的話 每個小時可以產出5000條的麵包 跟以前比起來快了將近兩倍 一條條的生吐司堆成一座小山 自動化設備成為缺工的解套辦法 以這台機器來說 一小時能夠產出1200顆麵包 就能夠抵銷100位人力 這台機器主要供應超商 加德鳳梨酥 微熱山丘等等的 連鎖業者來使用 其實從去年開始 買氣就增加了三成之多 買氣的部分有大幅的提升 那因為消費者他們有缺工的一個問題 那需要更多的自動化 蘿蔔絲在加熱攪拌機 轉壓轉再加入辣椒醬 辣蘿蔔香氣四溢 電磁感應加熱方式 比起傳統的攪拌機 熱傳導速度更快 可以省下三分之一的時間 而且速度提高的同時 還能省下一半的電力 它的熱傳導效率比較低 大概可能只有40到50% 對 而且它又要長時間 長時間的在這邊做加熱 所以相較之下它可以在最短的時間 然後提升到最高溫 然後做最快的處理 天使造型麵包還有神隱少女的煤炭球麵包 看起來色香味俱全 現在不只缺工還要面臨原物料短缺問題 以進口紅豆來說 一公斤就要200元 但換成台灣的紅豆就能少掉一半的成本 省錢除了用在地食材之外 還要提高商品的附加價值 盡量推出新的產品 那由新的產品去重新訂定一個新的價錢 各家廠商紛紛端出新型態的食品 自動化設備 努力翻轉缺工缺料的雙缺問題 東森財新聞 劉子彤 林浩宇 台北報導 謝謝